大家好 觀眾朋友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射雕尋俠傳 那今天我們有點攻略了 我們繼續來打架 上次的打架結果在我們開服37天還是38天的時候吧 那戰力635萬 然後靠著我們的四火周子洛 再加三火的天竹 再加二火的小招 然後打到我們的中視18米 那這一次的話目前開服 等於說無課目前玩了大概40天41天左右 那戰力到669萬 那最主要的今天來測試兩個 一個是我們的歐陽風 終於一夥了 歐陽大哥在一夥之後真的是非常的強力 那等一下我們測試看他的結果好了 那他的一夥技能就是我們的衛戰而生 對方只要有死亡的時候觸發 目標只要帶有中毒的話 直接治癒我方全體 他攻擊力100%的等級血量 等於說之前上有人被毒死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單純死掉 那現在歐陽風如果別人死掉 一般毒隊打別人照理說死亡應該都會帶 身上都會帶毒 那剛好就可以補血 然後彌補我們的那個小招的補血量 這樣子 好 那除了我們的一夥歐陽大哥之外 再來今天我們的五火的那個周子洛 終於現身了 五火周子洛大概就全滿了 其實老實講毒隊我是覺得周子洛 來說練到四火差不多就可以停了 五火是因為我們的鍋箱的那個活動 他有送我們的 自選禮包 他有送 欸應該是 啊不是他 不是講過 是那個 俠之大者 俠之大者的 如果你積分300的話 他會有一個自選的史詩跟傳奇角 那剛好湊100碎片 原本講說周子洛我當初只有四火 然後 缺100碎片 然後剛好誰知道今天就 拿到這100 然後就把他升到 咳咳 元寶抽一抽 然後就把那個覺醒石買一買 然後就抽到五火這樣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毒隊的話 周子洛不用練太高 練到四火就差不多 之後就靠你的運氣抽 有抽到就用 沒抽到的話 拍賣行也不要買了 這個遊戲我玩到現在 目前大概四十天嘛 大概老實講 如果你的資源都分配得當的話 大概 從第三 大概一個月到兩個月之間 最好是在一個半月的時候 差不多你就要開始 純元寶去弄陣型了 其他人的角色大部分都要開始成型 那大概到四十幾天到五十天 最晚不要超過兩個月 陣型基本上大概就要打開了 所以目前我是在純元寶 那之後會把我們的陣型給打開 因為陣型的話會需要比較多的東西 那我下龍鷹陣一般 通用技就不要開了 直接開我們就陣法技 反正他的石頭 號的石頭都是一樣的 就是那四顆那個聖獸石 那我是打那個星魔拿到一個 另外三個到時候可能要去拍賣行搶 那如果神秘商人有的話 建議也可以買 可能一顆六千 拍賣行如果你去跟人家標的話 大概是五千出頭 看運氣啦 看有沒有跟你搶 所以大概四十幾天到五十天 大概你就要開始純元寶去弄你的陣型 其他的角色大概都要先成型來說 那如果你練得比較晚的話 你可能時間就會拖比較長 好大概是這樣 廢話就到這邊 我們來打架 那一樣花戰沒開嘛 繼續打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B5雷台 那上次打到18名 今天看看能不能 那個衝到前十名 至少要前十 至少要前十五或前十二嘛是不是 那來看看那個 前面就去打了 十八名看看他強不強 哦呦這個火周梓洛欸 有點恐怖 周梓洛欸 黃龍四星這樣子的那個 陣容感覺好像是 感覺好像有點雷哦 他的那個陣型 好大家看 六百八十三 他戰力比我高 正常有些人 他會把他的陣容 然後 好目前 那個 站位一樣 那個不變 有時候有些人的那個 資源投放有些不一樣 有些人會專門投在主角身上 然後有些人會投在俠客身上 那就不一定 來 哦對 應該是那個哦 小客哦 雷仙劍舞 哦呦小空哦 果然他主角打人都蠻痛的 有些人是主練主角這樣子 陣容來說 鏡像開局 那黃龍換成我們的豬爾這樣子 兩個獨隊的PK 妙所人心 黃龍四星基本上應該是 應該是課長啦 他有課手除才會送黃龍 來 課長 好 不要怕 卡瑪宮沒什麼 感覺陣型應該是我們比較強來說 卡瑪宮 然後把對方毒 黃龍現在是 那個小鑽應該有復活 但是 周祖如果把他打死的話 應該就給我搞錯了 哇 兩個被暈了 可以先 劍舞 天竹生 賞盾 天竹生永遠是我的最強的那個 周子洛可以停 赤火 但是 天竹生 繼續練 把他練到無火都OK 死了 哇 來囉 抓死他 好 應該是妥妥的吧 他的周子洛應該沒有比我強 他等級是比我高啦 他加二 加二基本上應該是84級才有吧 哦 天竹生沒死 但其實他快死了 啊 死了 欸 復活 啊 我都忘記他有復活了 來 所以為什麼一號位放黃龍有點浪費 你撐不住就浪費小招一個復活 但是我天竹生復活的話 那個坦度跟 跟黃龍是差很多的 來囉 抓死你 好 復活 然後再加補血 好 死了 沒有關係 四隻打三隻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差太多才對 來喔 補血 然後等一下下一爪 周子洛應該可以直接秒掉 可以直接秒掉歐陽風 應該是妥妥的 不要怕 就是這一爪 吼陽風 死 我滿血 好 走到 然後小招慢慢賭也快被我賭死 然後周子洛 正常一爪下去應該是不會死的 不要怕 哦 有小充龍 沒事 沒死 不要怕 慢慢打 慢慢打 來 試試看 暴擊 OK 好地 輕鬆 好 上到我們17名 那 再來看看前面有沒有誰比較強的 哦呦 周子洛五火 小招五火 那 十四名看看是什麼 哦 黃龍六火耶 然後他是劍隊的 我們打來打開劍隊好了 啊 周子洛五火 好啦 打你吧 劍隊 試試看 哎呦 七百四十七萬 十五名是七百一十六萬 好啦 打那個劍隊好了 試試看劍隊強不強 六火的黃龍 看看六火的黃龍有沒有特別強 試試看 哇 差了八十萬 八十萬的戰力其實差了還蠻多的 光資源量跟那個練度就有差 來喔 陽康 黃龍 泛瑤 哇 他還有九陽無機陣 他等於加了暴傷跟暴擊 哇 那 應該真的是 哇 是課長哦 他有那個什麼Skin耶 哇 六星黃龍好痛 哇 六星黃龍真的是痛 來 抓 好 秒殺 欸 他 欸 他沒有小招哦 他沒有小招 他不會復活 然後你看 為什麼 千屬身強 劍隊只要打我 千屬身 全部都暈 兩隻暈眷 好 千屬身打 好 黃龍 現在才有火也沒關係 千屬身要死了 聽說 哇 死掉了 飛仙 哇 那個 助而死了 抓 把你六火抓死 好 現在就是我們的那個 天屬身 配周紫若 打 黃蟲羊 配泛瑤 抓死你 好 OK 所以天屬身 只要多擋一回合 真的 哎呀 輕鬆輕鬆 劍隊還是要那個 還是要到比較後期才行 哇 呃 十四名了 十四名 來哦 看一下哦 十二名 哇 楊過無火 怎麼這麼慘 欸 我看到什麼東西 圓真 怎麼會有人練圓真 哇 有朝聖 哇 這個痛 這個一看就打不贏 那個六火周紫若 一一一爪 哦 還有那個 五火的靈朝鷹 等一下試試看 十一名 那 第十名的 哎呦 第十名的感覺還 好 五火周紫若 好 試試看 大家看我們第十名 今天的目標本就是要衝第十名 看看打不打贏 打不贏就算了 打不贏我就認了 因為到第十四名 往前面 前面面有個是好打的 來 看看 打不打贏 哇 有九號無敵陣 可惡 下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要把那個 陣型搞出來 哇 被他們牽手控制很痛苦 來來來來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我們給對面帶來笑容 哦呦 這些劍堆真的很痛 來 掀上盾 打口棒棒 沒有人實話 不要緊張 抓死你 沒死 哦呦 天儒生 哇 差點死掉 狂龍死 好 復活 我把小招的復活 復活用掉了 哇 天儒生也死了 來 復活 打麻弓 我有百花掌 沒事沒事沒事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來 打我 打我 沒事沒事 好 下回合我們兩隻角色應該都會死掉 天儒生 先上個盾吧 撐住 好 上個盾 上盾 周子洛 抓死你 沒抓死 可惜 哦呦 我滿血的 我操你好吃 哇 可惡 剛才轉過 我抓死了 我就會贏了 哇 好痛喔 我操 看你老是王重陽怎麼那麼痛啊 哎呦 沒死沒死沒死 但是沒死我也快死了 啊 不行 周子洛的練度差太多了 好啦 算啦 沒啦 打不贏了 啊 好吧 算你狠 真的是 啊 沒辦法 怕沒贏 這前面10到第14單名 應該全部都是那個吧 全部都是課長 來彈銷 一千萬就不用想了 800多名 900多 好啦 我們第14名啦 669 一個很突兀的 一個很突兀的那個 霸氣迷洋仔 太極 太極 太極是我目前八十八幅裡面的第一個盟 第一大盟 原本我是第四盟 然後我們第四盟的那個人 越來越少 然後我想說今天就來找一個盟來加好了 欸 走到那個盟來加 然後剛好他有個位置 我來看看那個 奇迷洋仔那個到底是 要看人家的VIP齁 這邊可以直接看 這邊如果他有那個 他有在這邊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他的那個 VIP的那個 那個這邊 像我們那個前面是V6嘛 然後V8 然後像我們的幫主是V15 然後剛剛的霸氣迷洋仔是第幾名 第十二名 V7 V7 V7應該也課得不少 V7 V9 V6 哇 我們幾乎這邊 大家大概都是 至少都是V6以上的啦 V6到V9比較多 好 OK 大概是 今天的比賽結果 大概到第14名 沒有陣型 還是打不太進去 不過至少要往前 前站了一點 霸氣迷洋仔 他是我們的 那個 V7 沒有 嘖 好 讓大家看好了 V7 打最後場看好了 試試看V下面 應該是打不贏了 他的那個 三個武火真的太猛 我現在目前只有小 那個誰 可以拿出手 我們周子柔拿出手 哇 幹 加3 加3 他至少86 還88等 86等 阿 可惜差太多了 看這個打 看這個血量就不行 好 試試看喔 來來來來 妙手人心 喔唷 還好 還好 沒事沒事 不要笑 不行 可惜差太多 加1跟加3真的有差 加1跟加3就差了兩個階級 喔唷 還醬怒欸 我操秒 啊 不痛欸 我的天啊 喔唷 天主生 沒死 好 非常緊張 我走走那爪 不會抓下去 哇 暈了 撐住 撐住 好歹讓我再放一次 天主生的大絕吧 再放一次大絕再死 拜託 不 天主生 啊 你沒有放大絕啦 可惜可惜 好浪費喔 好好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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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有有 OKOKOK 九雲白骨爪 抓死你 哇操 拿馬公 哇 我另外兩隻被石化了 九雲白骨爪 半條 二雲骨抓半條 噢 它沒有 它硬度比有高 它的那個 喔唷 有痛喔 噢 我要落賽了 完了完了 它在 它那一爪要下來了 欸沒有沒有沒有 好 別緊張 別緊張 天主萬毒手 我周子洛會先攻擊喔 啊 我只技能沒好 好 我輸了 好啦 沒事了 剛剛那爪路我先抓下去還有點機會 好 沒事 V1還是沒打贏V7 不過 至少衝到第14名啦 還ok啦 衝到第14名 至少 呃 太極 紫器跟一夜 OK啦 目前我們就在第14名先待著吧 到時候看看有辦法再衝進前4名 喔 前4名真的太難衝了 前4名的這些人真的是 不給活路啊 啊 前面這個更不用講 好 沒關係 目前衝到第14名 那下次看 還有沒有什麼那個 把那個陣法再搞好一點 然後 天竺生 看能不能再弄到一火這樣 呃 再多到那邊四火 這樣就會比較撐得住 ok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今天打到那個 有點小進步 到第14名 之後看看能不能衝到前10名 因為畢竟前面大概都是V7 V7以上的大佬啦 所以 那個資源量跟那些 就真的 那個會比人家差一點 好 ok 大概是這樣 那就先 到這邊結束啦 祝大家 啊 結束之前我們來抽個高招好了 呃 我們來揮霍一下 看看運氣如何 我 我現在這個高招其實 真的不太抱指望 哇操 都懶著 唉唷唉唷 至少還有一個 天竺生 天竺生 哇 啊 好 沒事 我們的運氣管是一樣差 ok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班別輸 喜歡的話 都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軒牢 喜歡的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